韩国女团卡拉的28岁前成员巨和拉 去年爆出被发型师男友吹中犯殴打 结果陷入连床官司 事业跟感情据面临巨大低谷的巨和拉 上月突然在个人社交账号中留言说再见后失联企图自杀 幸好被经纪人及时发现 巨和拉送院抢救后苏醒 其后透过有人向大家报平安 声称因为有太多事情堆在一起 令身心十分痛苦 现在正努力的复原中 但是经纪人爆料指巨和拉已经患上了抑郁症 为了巨和拉的身心安全 在她出院后就安排她去日本休养 今日巨和拉终于在社交账号中发表新照 向粉丝报告了近况 巨和拉上传了在树营下乘良 以及在机舱里看书拍的两张照片 并留言写道 对不起也谢谢大家 我会更努力克服 为大家展现更好的模样 巨和拉还表示自己过得很好 叫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另外巨和拉之后还透过ins动态发文 警告将会控告刘恶平的网友 巨和拉表示 今后我会对付刘恶平的网友 不会轻易放过你们 为了我的精神健康 也为了你们可以说美好的话 以正面目光去看待别人 抑郁症并不是简单的事 你说因为我的心很安定才有抑郁症吗 我得到的都是我花努力赚来的 想想你也有可能患上抑郁症 也有可能生病 从留言可见 相比起上个月 巨和拉的确展现了巨大的心理素质 可见她康复的进度良好 不少真爱粉在看到偶像的留言后 都表示予以支持 希望偶逆以后的生活都可以健康和开心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